共桌上摆满琳琅满目的祭品 还有一串串香蕉及香蕉咸舟 这是骑山农会和当地公庙 合作赞助香蕉给民众拜拜 也希望打破不能拜香蕉的迷思 帮助农民销售 迷思专家的民主 你说中原葡萄 不可以拜香蕉 说拜香蕉会做一些 这些肉的好用在那里 因为就要破除这个谣言 没有一个健康的民生的爹壮 所以这厨呢 我们条工来办这个既家会 我们要吃哪里就拜哪里 问哪里就会拜金 这种的如古早拜金 说不可以拜金 这完全都完美的事情 对农民怎么办 对农民生死很大 日治时期到民国5060年代 高雄骑山地区创造了香蕉经济企迹 齐山农会总干事方介佐表示 民众在中原普渡期间 祭拜水果是求平安 找你来是找你发大财 我觉得香蕉是一个很好的食物 它很适合拿来祭拜 第一 农民政策很辛苦 第二 看天吃饭也很辛苦 第三 如果以鹅传鹅 欧北去散播这个没政客的讯息 太苦了 第一 都是在农民 农民身身够够 政策的农産品 采取来的时候 我们不能收到这个买性 来应用作成这个阶段的办法 这是很重要的 房历七月是台湾各地 盛产美味水果的时节 如奇山香蕉 大树凤梨 纳玛夏桃源的李子 东市的水梨等 农政相关单位呼吁破除谣言 鼓励民众消费这些水果 进而照顾农民 新唐的野菜电视李娟荣 台湾高雄采访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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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